处女作女生的什么特点 固执 爱抓细节 可以形容一下自己的个性吗 处女作个性 最好 跟你谈一下最大好处是什么 专一 有什么兴趣还好吗 兴趣还好 打游戏 满分十分的话给自己演出打几分呢 及格吧 买什么东西不会省钱 绝对不会省钱 买包 嗯 想要几岁结婚为什么 我觉得要碰到想结婚的人吧 没有想要几岁结婚 叫我一话就好 狮子座 你是单身吗 是 喜欢什么类型男生 喜欢阳光 然后直率 我比较搞笑女 那男生跟你谈恋爱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跟我谈恋爱最大好处啊太多了吧 哈哈哈 直接来看的话情绪大值吧 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就是冲浪然后包括滑雪 对 满分十分的话给自己颜值打几分 好 满分十分的话给自己颜值打几分 打个六分吧 方便说一下你的工作吗 做健身的我是一个健身教练 买什么东西不会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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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给男朋友买东西我从来不考虑价格 双子我喜欢豆豪的这 可以使用下自己的个性吗 任性啊 悠游挂断 犹豫不决 爱恨分明 现在好健身 吃东西 然后和好朋友玩 满分十分的话给自己的颜值打几分 我觉得应该 六分 方便说你是什么工作的吗 我是在一家自媒体公司 你现在有什么人生目标吗 人生目标我想买一家老师来吃 追求者过多怎么办 追求者过多 猜选哪 温小姐 我是狮子座 喜欢什么类型男神 真没有类型 多多看感觉 可以请问一下自己的个性吗 比较开朗 然后有那个社孔 有社孔 对好像看不太出来 不是 社交恐怖分子 跟你谈恋爱最大好处是什么 跟我谈恋爱最大好处啊 有钱有烟有身材吧 我觉得不生小孩有什么坏处 不生小孩 有什么坏处 房价会跌 椰子 双子座 你是外向还是内向的人 外向 对 喜欢什么类型男生呢 比较阳光一点的 满分十分 画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呢 六分 觉得旺季前人最好的方法是 谈下一个 不能接受苦心的 不能 是什么新做的呢 白羊 那喜欢什么类型男生呢 看感觉吧 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 可以形容一下自己的个性吗 比较恋爱 跟你谈恋爱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没 OK 满分十分画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呢 自己颜值吧 八分吧 追求者过多怎么办 追求者过多 有对象只有都拜拜 都有什么关系啊 买什么东西不会考虑省钱 买什么东西 用品 可乐 要对象 对象 做一个 Mentor 不可行 对象 对象 对象